嗨,大家好 我们都知道兰花需要湿气 但是又不能积水 针对这个问题 我有新设计了一个水模式的兰花种植盆 那怎么做呢? 我现在就来为各位示范一下 首先我要准备一个这个大的宝特瓶 我们要取它的上半端 把它剪下来 剪下来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我已经有剪一个下来给各位看一下 我需要的就是这个上半部 那接下来就是我要把这个瓶口把它切掉 用落铁把瓶口切掉 好 切掉以后 我们需要再做一个两公分宽的开口 那我用签字笔做个记号 相对的一边也是一样 好,我们把它剪开 好,我们把它剪开 好,我们把它往下压 好,翻过来 那我要把这两片把它固定 那你可以用胶带或是热绒胶都可以 我用胶带 我准备的是胶带 好,固定好,我们就翻过来 然后我在这两边各打一个洞 就是以便将来要做挂钩用 好,再来后我们就要来准备布织布 就是要做一个圆形的布织布 它大小就是比这个大一些 大概大个两公分左右就可以了 我用签字笔画一下好了 把它剪下来 好,剪下来 再来,我们先把 我有准备一个电线 我们把它做 穿过这个刚才打的洞 来做一个 算是挂钩 我先把它弄起来 好,好 再来就是我们用这个橡皮圈 把这个布织布固定在这个 这个宝特瓶上 好,我们下来弄 好,把它固定好了 这样水模式的兰花种植盆就做好了 那我们现在把兰花种上去 那可以把这个可以拉开 兰花可以塞进去 把它调整好位置 然后你为了把它固定好 你可以用准备这个园艺用的束线 把它固定一下 这样就可以把它钓起来 这样就可以把它钓起来 这个水模式的兰花种植盆就做好了 像这个布织布它是蛮透水的 那你不用担心这个地方会积水 那这浇水下去 水就可以流出来 然后这边还可以保湿 所以你就不用担心这个根没有湿气 那所以我说特别就是设计了这个 水模式的兰花种植盆 那希望各位会喜欢 各位如果喜欢我的频道 请记得订阅分享并按赞 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